他会另外独立出一个档案 他就是不会让你夹宅在里面 那当然那个东西是我讲过了 那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些是不用钱的 有些是要钱的 所以要钱的相对大当的service做得比较好 不然他跟你收那么多钱 那可是如果免费的资源 以目前来看 这个当然你就习惯之后 其实开发上面也不太成问题 那我们来看怎么把它二合一 首先的话第一个 刚刚是这个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那我要把它变成二合一 OK 那二合一有哪些重点 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干脆把第一个 我们主要结构是以第二个为主 那就是以二为 把这个二 另存新档 来修改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把它改成一之三好了 一之三 那改的部分的话 那你第一个改第二个 其实都可以了 那我这边以二为主 所以把它储存 存档之后的话 这边再多一个 二三 之二 OK好 那我就会多一个这个网页出来了 接下来的话 我要在这个PHP开头的地方先判断一下 到底它有没有传一些东西过来 所以怎么判断呢 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利用一个这个 server端的一个变数 叫做什么呢 叫request more 就是说它有没有执行 post这个方法 有没有 我们不是有丢资料的话 它就会post过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然后呢 把这一段 做写在哪里呢 特别注意它这边 把这一段 写在最前面的地方 那也就PHP的开头 然后我是用那个 这个来改 用这个 这个是PHP4 把三之二把它save一下 在这个地方 点PHP 那我在PHP的下方 最开头的地方先判断一下 那这别注意 它的判断结果一定是 一个大瓜糊 然后后面是一个大瓜糊 结束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再打一个else else 然后一个大瓜糊开头 一个大瓜糊结束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说它是post 那我就enter一下 中间呢 它的结构一定是这样 这一个部分是放什么呢 这个部分的程式是放那个 我们如果是 什么 传递post的东西过来的话 那基本上这个中间是放的是 第二段的 反之就是它什么都没有传递 就是它就是放个表单就可以了 那怎么把二放进来 我刚刚是用二来复制 把二另存新档的 所以我就先把二的部分 移到这边来 如果它把底下这边 日期一直到哪里呢 这个复制很容易出错 这边的话特别注意就是从这边 一直到结束 再往下 再到DIV 这一段 全部把它 就是 Ctrl加X 减下 应该知道这个吧 上面是个变数 下面是DIV DIV是最后显示的东西 可以把这一段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的话 请你贴到哪里 贴到一幅的这个中间 把它贴到一幅 就是说 如果它是传递东西过来的话 那我就执行 抓取 里面的变数 总共会有 几个呢 总共会有 四个再加一个日期 就把它放这边 然后 再来看一下 那这边就是 执行它 再来就结束了 不过特别是这边 结束了 然后再 额外再开 一个DIV 然后去输出 输出完之后 特别注意哦 这边就会告诉你说 有错误 哪里有错误呢 就是 34行有错误 34行 看一下 34行 这个地方 这边哪里有错呢 各位可以看哦 因为我刚刚 这边有个头 尾巴结束了 所以 刚刚有if 有else else变断掉了 有没有 所以特别注意 你请你在这边 再起一个头 在 比较简单的做法 是在这边 插入一个 程式的区块 然后呢 把else这些 搬到这个区块里面 因为它是一个程式 程式的区块